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本赛季的胡人队一直都是备受争议 你说他们不行吧 有时候还能高几场漂亮的比赛出来 你说他们行吧 在面对一些百滥的球队的时候都是无精打采 总的来说 现在的胡人神鬼莫测 其实胡人一开始就错了 说白了就是夺冠之后管理层飘了 在近20年的NBA球队中 一夺冠就直接拆散冠军阵容的 除了11年的独行侠之外 就是现在的胡人了 独行侠和胡人还不一样 胡人是明显的自己在做事 于是到了本赛季之后 胡人就只能拼复加赛名额了 想要进入季后赛还需要经过残酷的争夺 不过今天胡人对官方宣布了两个好消息 胡人第一戏围烧状态逐渐回暖 在对阵76的比赛 围烧出战32分钟 20投10中 3分球5中2 罚球5中2 得到24分9篮板8助攻一抢断 当然了 七个失误稍多了一些 罚球也应该要再练练 但比起半个月之前 微少的表现提升了一大截 微少已经连续打了四场好球了 每媒体报道 自从被被福利嘲讽后 微少在四场比赛中场均得到22分8.5篮板9.3助攻 投篮命中率55%是2.2 3分命中率47.6 二十一中十 胡人找到微少说明书 那就是让他打得舒服 给他充分的信任 微少上赛季在七彩场均还能拿到20加的三双 他的实力肯定是有的 本赛季之所以打得那么差劲 很显然是心态出了问题 球迷对他的指责 每媒体对他的批评 对手对他的嘲讽 就连沃格尔都公开批评他 微少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微少确实打得不好 该被批评 但外界可以批评 胡人对内还是要团结一致 既然交易截止日已经过去了 微少至少会和胡人打完本赛季 那就团结一点 相信微少 相信微少不一定能成功 但不相信微少基本就是失败 胡人也不用想着什么总冠军 先保住西部前史拿到附加赛名额 完成了这个小目标 再谈其他的目标吧 胡人第二系 今天根据ESPN的记者迈克马纳明爆料 胡人对工作人员已经告知媒体 农媒现在的伤势恢复非常好 他在训练中已经可以进行简单的投篮训练 并且将会在4月初 也就是4月7号之前完成复出 这样的消息对于胡人球迷来说 我简直是雪中送炭 最近一段时间他们虽然曾遭遇了 被醍醐反超的尴尬事情 但是微少的状态回神让他们看到了一丝曙光 球队现在如果迎来农媒复出 那么在附加赛中他们将会轻松战胜对手晋级季后赛 而首轮则是有可能打太阳或者灰熊 而詹姆斯在接受采访被问到农媒即将复出的时候 他说道是的 他若复出 我们将会直接成为总冠军的最有力竞争者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 如果我们可以保持健康 那么将会完成NBN历史上第一支附加赛球队夺冠的奇迹 上个赛季季后赛首轮湖人和太阳步七二玉 当时有农媒的时候他们把对手打的是心态失衡 最终农媒不幸受伤成为了系列赛的转折点 本赛季农媒一共才打了37场比赛 希望他能够在机后赛一直保持健康吧 那么你认为詹姆斯和胡仁能否在本赛季创造奇迹呢 关于胡仁球哥就说这么多了 最后球哥带大家看看76人与哈登的消息 费城76人在客场战胜的洛杉矶胡仁后 虽然取得了胜利 但是他们赢球的方式和过程 却让球迷揪心 本场比赛76人相对来讲更加健康 阵容更加齐整 所有核心球员都可以出战 反观胡仁这边包括勒布朗 詹姆斯和安东尼 戴维斯 这两大关键核心人物都无法出战 最终比赛打到最后一刻才分出胜负 这种比赛的过程暴露出了76人那些隐患 本场比赛76人中锋乔二 恩比德表现依旧稳健 他投来19投11中 罚球是2罚8中 全场拿到30飞式篮板三助攻三抢断三盖帽 毫无疑问他是76人取胜的头号功臣 凭借着本场比赛的30飞式篮板 恩比德将个人本赛季 砍下30加10的场次提升至了24场 他在30加10的场次上 追击了米尔沃基雄陆前锋杨尼斯 阿德托昆博 并列升至联盟第一 同时 恩比德本场比赛解锁了 30飞式篮板三抢断三盖帽的数据 他称为季丹佛决金中锋尼古拉 约基奇和洛杉矶湖湖人前锋 安东尼 戴维斯之后 第三位在本赛季做到单场 拿到这一数据的球选 除了恩比德之外 76人另一大核心詹姆斯 哈登 本场比赛的表现有些令人一言难尽 全场比赛 哈登投来18中7 其中3分球6投1中 罚球10罚9中拿到了24分 其难板7主攻 他的在场正负值仅有加2 上半场比赛 哈登一共10次出手指命中2球 半场只拿到了可怜的5分4主攻 靠着第三季的爆发单级16分 哈登将个人得分提升至20分以上 不过他在比赛最后一截再次失去了侵略性 单截只出手了一次投篮 个人只拿到3分1主攻 最后时刻哈登被微少抢断 很明显能看出哈登注意力不够集中 另外 哈登在本场比赛一度受伤 在一次持球突破时 哈登在对抗后痛苦倒地 慢镜头显示哈登的脚并没有被碰到或是扭到 这种无碰撞的伤病是最令人担心的 不过在下场休息了一会之后 哈登还是回到了赛场 球迷也算是放心了 在后 哈登也在采访中表示他的伤势并没有大碍 只是刚受伤的时候感觉到稍稍有一点痛 休息一会之后就可以接着打了 哈登还表示希望能在下一场比赛之前恢复 估计他在比赛结束之后多少会感到一些酸痛 接下来的三场比赛 76人的对手分别是洛杉矶快船 菲尼克斯太阳以及密尔沃基熊鹿 其中 与太阳和熊鹿的比赛被看作是哈登证明自己的比赛 因为此前两次与迈阿密热火的比赛 哈登没有例外全部选择了门修 这让他在一定程度上遭遇了质疑 不少球迷指责哈登认为76人交易得到他 不是为了让他去打纽约尼克斯这种球队 而是让他在对阵篮网 热火 这种季后赛强敌的时候拿出表现 此前的机会都浪费了 这次哈登迎来了又一个机会 特别是与太阳的比赛 他将带领76人客场挑战排林西部第一 乃至全联盟第一的球队 太阳那边的消息是 他们的后卫克里斯 保罗已经商与归队 他要么选择在下一场与丹佛决禁的比赛中付出 最迟一回赛和76人的比赛中重新回归球场 也就是说 保罗和哈登这对昔日的黄金组合 在几天后就将再次迎来对决 并且这一次他们身处的两支球队 都是联盟兵级强队 这场比赛也是备受关注 76人仍有不小的隐患 战胜无人的比赛 他们一共有四人得分上双 但是无一例外全部都是首发球员 替补球员没有任何人得分上双 他们的替补席加起来一共只拿了27分 反观胡人替补一共拿到了48分 阵容深度一直以来都是76人的一个隐患 他们在比赛中很少有替补得分比对手多的情况 道格 李福斯布德不在大部分的比赛时间内 都至少留两名首发球员在场上 就是因为他们的替补球员能力不足 在主场战胜热火的比赛中 哈登和恩比德没有出战 这激发了76人角色球员的斗志 那场比赛他们可以说是全队爆发 接下来的比赛 踢补的表现至关重要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